大家好,我是徐立燕,欢迎来到跨市博弈 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买中了NVIDIA 或者把钱兑进去AI概念股,你就是在拥抱未来 甚至你可能觉得AI就是那条通往财务自由的高速公路 只要上了车就不要下来 老实说,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么恭喜你 你极有可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慈善家之一 因为你现在在做的事 和公元1840年代那班冲进去买铁路股票的英国人 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 你不是投资着未来,你是在营销自己的积蓄 去为全人类建设免费的基础设施 今天我们不讲些虚无缥缈的技术参数 我们要将镜头拉远,看清楚这场资本游戏背后最残酷的真相 一边是正在上演的AI泡沫大龙凤 另一边是拿在阴暗角落,随时准备将个桌子牵了他的良知怪兽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概念 今时今日,大家对AI的抗热,令我想起180多年前的英国 当时有个叫George Hudson的人,人称铁路之王 他和今时今日那些科技巨头CEO 好像又是魅力十足,又是说到天花浓风 当时伦敦去格拉斯哥的火车,将时间缩短到24小时 大家觉得,哇,简直是神迹了 于是所有钱都涌入去建铁路 结果是怎样呢?泡沫爆破,离息一声 成千上万的中产阶级身家清零 黑神身败名裂 但是很讽刺地,泡沫爆了之后,铁路没有消失 英国拥有了全世界最密集的铁路网 运输成本跌到趴在那儿 工业革命因此而成功 即是怎样? 即是那帮输身家的投资者 其实是用自己的钱,津贴了社会发展 回来看看现在,你看到Google,Microsoft,Meta 几百亿几百亿的卖GPU,建数据中心 这些所谓的AI工厂,其实就是当年条铁路 当所有人都冲进去建基建的时候 结局通常只有一个产能过剩,价格崩盘 等到AI算力变得好像水和电那么便宜的时候 谁最开心?是用家,是社会 绝对不是在高位接火棒的股东 你以为你是坐顺风车的猎人 其实你是被人摆上台面的燃料 但是当大家的眼光都锁死在AI股价上面的时候 有另一只怪兽正在静静地成长 这只怪兽叫量子计算 如果说AI是一场圈话的派对 量子计算就是派对完之后那张冷冰冰的账单 华尔街现在不太懂得如何去吹奏量子计算 因为它太难明白,又没有盈利 但是从第一胜原理去看 量子计算带来的冲击,绝对比AI恐怖得多 试想一下,AI现在在做什么? 生成图片、写文章、扮人星 它制造了很多内容,甚至很多垃圾和假资讯 AI令到真与假的界线变得模糊 但是量子计算呢? 它不是要模糊界线,它是要打破锁链 现在全世界的金融系统 你的银行密码、国家的机密档案 全部都是靠一种叫公索加密的技术锁住 我们觉得安全 是因为传统电脑要解开这些锁 需要几万年,甚至是宇宙寿命那么长的时间 但是对于一部成熟的量子电脑来说 解开这些锁可能只是几秒钟的事 你可能会说,徐先生,量子电脑还没普及呢? 不用怕 这就是最大的盲点 情报界有一个术语叫Harvest Now, Decrypt Later 即是现在涉取未来解密 黑客和敌对国家现在不需要解密你的资料 他们只要将你所有的通讯记录、医疗报告、商业机密 全部偷走、储存起来 等到2030年或者任何一日 即是所谓的Q Day 量子电脑成熟那一刻 他们就可以将过去几十年的秘密一次过打开 就好像你以为你戴了安全带很安全 但原来车已经被人做了手脚 只是等着引爆器完成组装 所以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很讽刺的局面 AI在制造无限的幻觉和泡沫 令大家以为技术可以解决一切生产力问题 而量子计算就在阴暗面 准备将人类历史以来建立的信任和私隐系统一次过清零 前者是透过你的贪腊去吸干你的资本 后者是透过你的无知去剥夺你的安全 说到这里我要问你一个很不舒服的问题 你现在的人生规划是奠基于一个 努力就有回报科技带来繁荣的线性剧本 还是你已经准备好面对一个资产随时被重估 私隐随时被公开的非线性未来 你要做那个在泡沫里面醉身梦死 最后变成铁路路鬼下面粒碎石的代价 还是要做那个冷眼旁观在废墟和混乱之中 执拾真正价值的幸存者 这场游戏的规则已经改了 你准备好了吗? 如果对我们分析有兴趣 记得订阅我们的跨市博弈 还要按一下小铃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内容 如果有兴趣 请加入我们的Facebook专页和Patreon会员 资料在下面info box 我是跨市博弈徐立言 下次节目再见